全校只有44位的复原国中 在放学过后学校有安排课后辅导课 不过晚餐的餐费有资金上的缺口 常常令老师们头痛 那么老师则是东凑西凑 或者是善心人士的捐助 而这一次来自于花莲的妇女成长关怀协会 在荣誉理事长张美慧的带领之下 来到了复原国中 请此制证课后餐费2万元 让学生们吃好吃饱学习去 学校只有44位的复原国中 放学过后学校安排课后辅导课 不过晚餐的餐费有资金上的缺口 常常是老师们东凑西凑 或者善心人士的捐助 这次来自花莲的妇女成长关怀协会 在荣誉理事长张美慧带领之下 来到了复原国中 亲自制证课后餐费2万元 我们希望即便是在偏乡的孩子学子 他们也能够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那因为很多的这个课后之后 要能够留下来 这个餐点餐费是非常重要的 那学校这边也一直在 透过校长在各方的一个筹目 我们希望尽绵薄之力 那照顾到偏乡的学子 校长表示 学校五点过后的时间 如果有安排校对练习 或是课后辅导等等 校方都提供晚餐给学生 校长表示 平时学校老师东凑西凑出自尊贝 这次妇女成长关怀协会 送暖爱心 非常感恩 我们就是希望 有希望有这些十方上款的 小额捐款来帮助我们 小朋友也会感念在心 因为学校也在推行 这个感恩的这个 的这个品德的修良 希望这次这个捐款 能够带给小朋友 每天都能够开开心心的读书 这是最重要的 花莲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 是花莲在地的妇女公益团体 成立九年以来 关怀弱势不遗余力 脚步也没有停歇 迷末之际得知学校有失求 送心送暖 让学生吃好吃饱学习去 记者高双双光复香采访报道